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789集 曲终人散,空愁目 王林面色立刻苍白,眼中露出挣扎与复杂 对方的话语简单,甚至不需太去思索 王林也明白了,此事为真 王林,将连道妃,留下吧 这是双子,第三次如此说话 时间慢慢流逝,王林的挣扎在其心神掀起了大浪 许久许久,他长叹一声 他无法强行带走疯子 双子大天尊会阻止,九弟也会出手 还有那孩子天尊 这三人出手的话,王林带不走疯子 更何况一旦疯子带走,那么先足大乱 他王林可以不在乎 但始终帮助自己的双子,在那个时候将会很被动 甚至紫阳宗也会因此出现毁灭 沉默中,王林脸上露出苦涩 他望着那昏迷的疯子,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凤子,我王林再次来到这仙族皇宫时 就是将你完全救出的一刻 我发誓 王林右手抬起 在那仙族头颅上一拍 立刻刺头颅,化作金光 被王林收入储物空间 他猛地抬头 九弟 不用你去寻我 王某日后还会再领我 话语间,王林身子一晃 直奔天空而去 他没有回头 留下了昏迷的疯子 他的心刺痛 这皇宫一行 他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获得了先祖部分传承 获得了其头颅 更是凝聚出了大天尊之阳的轮廓 但他最终 依旧带不走疯子 若可以选择 王林会毫不犹豫地 把这一切造化消散 换来带走疯子之事 只是 这一切在最早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注定 以盗王族 那位大魂门老祖的计划 与推演 怕是先皇灵魂 与夺舍疯子的身体 也计算到了 或许那所谓的夺舍 也是其计划的一部分 却被我无形中破坏 甚至就连先皇选择自报 祖术之力 被四个大天尊分担 那大魂门老祖 也极有可能推演了出来 但却并没有告知 与阻止 他这么做 或许是为了其这一代族人孩子 也或许是为了消散 我对其族的怒意 只是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对我如此客气 难道在他心目中 我的存在 比大天尊更让他忌惮不成 王林想到了大魂门内 这位盗王族天骄之人 那留下的话语中 一声声充满了敬意的 宁之一字 双子大天尊 低头看了一眼昏迷的连道飞 轻叹一声 齐身一晃 随王林同样 飞向半空 远去了 这进攻破碎的天空 王林在走出的一瞬 还是忍不住低头看向下方 他看到了 在孩子用其足数施展中 昏迷的疯子 其身体上爆发出了刺目的金光 在那金光下 疯子的身影 被一轮金色的太阳取代 笼罩在其身体外 那金阳光芒万丈 散开中啊 一股大天尊的修为波动 赫然从那太阳内 弥漫出来 这股大天尊的力量 不是王林大天尊之阳轮廓 而是完全凝聚出来 在那光芒下 连道飞成为了先祖 在先皇陨落后 第五个大天尊 只不过这第五个大天尊啊 将永远沉睡 不会苏醒 他的存在 只是用来取代 先祖头颅 镇压七十二周之灵 王林望着成为了大天尊的疯子 他看着对方的身体 在金光闪烁下 在那金色的太阳笼罩中 慢慢化作了一座山峰 此山通体金光缭绕 直冲云霄 随着山峰的出现 破碎的大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如常 只不过与之前的九山比较 如今的大地啊 只有这一座金色的山峰存在 天空也随之恢复 最终整个天地完全复原 最后一眼的目光 在那金色的山峰上 停留了半声 王林转身 将其誓言留在了内心深处 漠然离开 走出了进宫 在那崩溃的地宫中啊 王林一步迈去 消失无眼 出现之时 已然在了仙岗大陆上 仙族中州的组成皇宫内 皇宫成为了废墟 一眼看去 只有那一座雕像 不单的屹立在那里 这雕像所刻是仙族 他抬头望着天空 双手伸开 好似在施展神通的样子 王林望着那雕像 沉默不语 他身边一片波纹扭曲 双子大天尊走出 仙族的时代已经过去 他的庇护也将消散 以后的仙族 再没有其他的先皇血脉了 双子大天尊 望着那雕像 惊叹一声 谢谢你 王林平静地开口 这是我之前对你的承诺 尽管付出的代价很大 不过 我也同样要谢谢你 在我分体时 你会选择只是两个小女孩的我 连道飞 的确不能让你带走 希望你可以理解 我毕竟是属于仙族 而你可是属于古族的 双子大天尊慢慢说道 王林神色如常 转身看向双子大天尊 对于其可以点出自己的身份之事 王林没有追问 也没有掩饰 谢谢 王林抱拳 向着双子大天尊一拜 我得到了仙族的双目 回到紫阳宗后 便准备闭关 你呢 是就此离开 还是和我一路回到紫阳宗 我想回一趟大魂门 然后离开仙族 王林目光落在东周的方向 缓缓开口 双子大天尊 沉默片刻 轻叹一声 也不知我帮你 是对还是错 他摇头中 身子一顿 紫光弥漫下 重新化作了 那两个小女孩 这两个小女孩 一脸疲惫 一起回头看向王林 露出天真的笑容后 向着王林挥手再见 化作两道长红 向着天空而去 娃娃 回去后我要睡一觉 好累哦 哈哈 要不我们回去后 先去看看小郎周的日子 听不听话 然后再去休息吧 好啊 那就这么定了呀 清脆稚嫩的铜音 在风中如铃铛之声一般回荡 王林望着那两个小女孩 远去的身影 喃喃开口 谢谢你们 王林闭上双眼 许久睁开 其身一晃 化作一道长红 向着天地而去 他没有看到 在其身后的皇宫中 在那废墟间 孩子默默的望着他的背影 在那天空渐渐暮色中 神色惆怅 孩子 走吧 在孩子的身后 九弟一脸疲惫地走出 他身上已经开始弥漫黑气 隐隐无法压制 你没有出手阻止他 我不怪你 私自不凡 我老了 你足与他结下紫园 对你日后会有帮助的 被黑气缭绕的九弟 其墓内在看向孩子时 露出了慈祥与逆眼 组成皇宫的毁灭 先皇的陨落 在九弟的压制下 并未宣扬开了 那成为了废墟的皇宫 更是很快就恢复如常 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 先皇再次闭关 这一代的先皇连道真 本就经常闭关 时间不定 故而整个先祖之修 对于先皇的这一次闭关 也没有联想到太多 五峰回到了北州 那一片冰川之地 立刻将整个人冰封起来 沉浸在那万载不化的寒气中 默默地驱散其体内的祖树 深中祖树后 始终没有出手的他 驱散此树要比道一与九弟更容易一些 再加上他获得了先祖的双耳 一旦驱散了全部的祖树黑气后 与先祖双耳 他的修为会更精进不少 道一拖着其残损的身躯 在那剧痛弥漫心神 忍着嘶吼 压着心神内的屈辱 回到了道一宗后 立刻选择了闭关 只不过他体内祖树全面爆发 寻常的手段根本就无法驱除 但道一身为大天尊 其为人更非表面所看 双子层严其为假面人 他为了驱散体内的祖树 而不影响恢复后的修为 在其道一宗内 召集了麾下的天尊与几个月天尊 更是换来了诸多的金尊强者 强行将体内的祖树 再次分散开来 让众人一起分担 这祖树之强 金尊修士 占之必死 就算是天尊修士 碰触后啊 也立刻全身腐烂 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虽说可以挺的时间略长一些 但最终的结果 依旧是死亡 唯有月天尊方可凭着其强悍的修为 在这分担的祖树之力下 硬生生的度过 只是代价依旧极大 直至道一徽下 所有天尊月天尊 均都分散了其祖树后 道一更是疯狂的开始寻找第三步修士 哪怕能分担一丝 都对他有极大的好处 在这种残忍的分担下 道一宗几乎成为了死宗 而九弟带着孩子 回到了地山后 立刻选择了闭关 他修为本就是极强 尽管黑气缭绕 但却可以凭着自身慢慢驱散 再加上孩子 以盗王族之术的帮助 九弟体内的祖树之力 随时间的流逝 会渐渐消散 唯有双子大天尊 因其不贪 不而没有中此数 回到紫阳宗后 这两个小女孩选择了闭关 融合那先祖的双目 当他们出关之时 将彻底的修复了之前转世时意外造成的虚弱 先祖还是五位大天尊 只不过那第五位大天尊 沉睡在与皇宫重叠的空间地宫下 那重叠的进宫中 化作了一座金色的山峰 屹立在那里 镇压七十二洲之灵 那山峰下 疯子始终没有苏醒 自在等着王林下一次的到来 半年后 先祖东州 天牛州 一片山巒地面的天牛州啊 在多年前与绿摩州一战中 大量的山峰因此崩溃 使得整个天牛州的地貌有所改变 不过此州宗门的格局啊 却是变化不大 依旧是大魂门与归一宗最强 诸多的小宗门 依附于这两个大宗存在 当年被送去组成的两宗弟子 也早就回到了宗门 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造谎 会成为彼此门派未来的中流砥柱 大魂门 青牛真人在当年王林离开后啊 就始终在闭关 不问世事 门派内的琐事都有各位长老负责 他只是提出了一点 保留当年赐予王林的那座山峰 并将那里化作了禁地 不允许外人踏入 此时啊 很多人不解 但当王林在天尊涅的名声大阵 有关于王林的传言极多时 对那白发岳天尊身份迟疑的 大魂门诸人啊 慢慢的从各种迹象察觉到 那白发岳天尊竟真的是王林时 他们隐隐明白 青牛真人流向那山峰的举动之音 阎鸾 当年的长老 如今在大魂门内 已然身居高位 更是可以决策一些大事 他本可以搬离起山峰 去往大魂门深处 选择更好的洞府 但是 他却始终没有去 他所在的山峰在顶部远望 可以遥遥地看到 那当年王林的洞府 每当他回想起那往事的一幕幕 就会一个人站在山巅 望着那王林的山峰 一个人静静地沉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